下面慧苏说 若一意诸诗 但是菩萨所得三位名也 谨心大肆说 菩摘就是普遍意思 平等呢就是极等 等呢也就是平等 俗见 普广佛佛皆解 菩所注定 叫普得 是佛三世 一切诸佛 你统统见到了 你怎么见到的 念阿弥陀佛 佛号是果号 菩萨是因号 果上圆满 因上 哪能不圆满呢 这就是告诉我们 这一句阿弥陀佛 不但祝福都在其中 每一尊菩萨也在其中 一个没漏掉 这叫总持法门 你不念弥陀 念谁啊 念其他就真的要挂一漏万 念阿弥陀佛全念到了 一个都不漏 这个意思说得好 俗尽普广 佛佛皆解 菩所注定 名为普得 三摩地就是定 这个定的名叫 普得三美 十元一元 由此三美力 普尽祝福世界 古言为普尔 平等现见 无所不见 古言为等 这些 都是告诉我们 极乐世界 一正庄严 功德不合适 我们要选择 应该选择 这个地方 选定之后 一心向往 没有二年 这就决定的神 下面 这就是 若越 选择 本愿正义 这是 念佛三美的得好 普等 是念佛三美 华为普遍 凡善 通入之一 凡夫圣人 平等通入 人是平等 念一佛功德 等同一切佛之一 菩萨念佛三美 金 辟入众生 若一 虚米金色之边 其身 介于彼身同色 所以染着 山是离谷 辟入珠水 吸入大海 同其一味 所以染着 一海 列骨 这是给我们说明 前面 一个笔 菩萨念佛三美 经里的笔 众生 凡夫 他如果能站在 须米山的旁边 须米山是 金色的 看他的身呢 跟山的颜色 好像相同 为什么 山色 到处他 又出 又出 又有个比喻 比喻水 陆地上的水 将河 统统流入大海 流入大海之后 同其一味 全变成纤维 那为什么 海的力量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你 陀 佛 阿 佛 杀